约书亚纪第十四章 以下这些地方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分得的产业 就是以利亚萨祭司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派的组长分给他们的 是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以抽签的方法把产业分给九个半支派 因为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了那两个半支派 却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中间的立位人 因为约瑟的子孙成了两个支派 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连 因此以色列人没有把地业分给在那地的立位人 只给他们一些城市居住 还有城市的郊野 可以募放他们的牲畜 安置他们的财产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照样行 把地分配了 犹大人来到吉甲约书亚那里 吉尼喜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对神人摩西所说 关于你和我的话 你是知道的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派我去窥探这地的时候 我正四十岁 我照着我心里所想的向他报告 可是 与我一同上去的众兄弟却使人民的心惊惧 我却完全顺从耶和华我的神 那天摩西启示说 你的脚踏过的地都必归你和你的子孙做产业 直到永远 因为你完全顺从耶和华我的神 现在你看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话以后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使我活了这四十五年 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期 现在你看 我今日已经是八十五岁了 今日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派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作战或是出入 那时我的力量怎样 现在我的力量还是怎样 现在求你把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的这山地赐给我 因为那天你也曾听见那里有亚纳人 又有宽大坚固的城 但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 于是约书亚给迦勒祝福 把西伯伦赐给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做产业 因此西伯伦成了基尼喜人 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 直到今日 因为他完全顺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亚巴是亚纳人中最伟大的人 全地也就止息了战争